那么现在就接下来看一下 到底是怎么具体去使用这个VoE 那么我们使用这个VoE的第一步 不管是使用什么框架也好 是我们都需要先引入这个框架 不管是这块VoE或者Angla 都需要去先引入它 那我们在这里面就想先讲一下 怎么引入一个VoE 那首先我们打开这个VoE的官网 你会看到GestData GestData就是我们的教程页 教程页里面我们点开 你会发现有一个叫做安装的这个选项 那我们就在这里面安装的选项 它就告诉我们怎么去安装一个VoE的一个库 那在这里面 它提供给我们的很多种安装库的一个方式 首先我们可以直接通过Squid的标签去引入 那在这里面通过Squid的标签 它也给我们提供两种方式 第一种就是我们直接把这个资源下来到本地 然后引入 那么在这里面 它给我们两个版本 一个是开发版本 一个是生产版本 开发版本的一个好处就是 它带有很多很多一个警告 假如说你在这开发项目的过程中报错了 那么它的警告信息是非常非常全面的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生产版本 生产版本就会把这些警告啊 去掉 还有把代码压缩一下 那像这样的话 我们在开发完了这个项目之后 我们说要上传到服务器 上传到服务器的时候 我们就上传到生产版本到服务器上 因为这样就可以让我们用户以最小的一个资源去请求到这个VUE了 那么这就是我们性能优化的问题 那么第二种方式就是这个CDN服务器 那CDN服务器它提供给我们的这个两个服务器 一个是这个服务器 一个是这个服务器 那在这里面我用这个服务器 那在这里面点开一下 你就会发现它给我们的URL地址 然后它底下有一个VUE 然后它后面是一个版本号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地址给它粘过来 然后我们现在就可以使用这个VUE了 那么除了这种Squid的标签方式引入 还有一个就是NPM NPM是不是一个包容管理工具 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YPAC使用require语法 然后把它给引入进来 或者说任何的打包工具都可以有一个模块化的语法 然后把这个模块给引入进来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模块化去引入我们的VUE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会讲一个CLI 讲CLI的时候 我们会讲它到底是怎么引入的 那么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还是以我们最传统的标签方式去引入我们的VUE 那我们把这个地址都已经粘过来了 那在这里面我们新建一个文价 来存储我们所有所学的一个支点 那在这里面我们就叫VUE Less 对吧 课程 然后我们在这里面拖到我们的编辑器里面去 编辑器里面去 我们首先创建一个文件 叫做一个index1.atml 那首先第一个我们就写的index1.atml里面去 那首先我们说要生成一个atml文件 那在这里面我为了方便去写 就不给它一个结构样式行为相分离了 我直接把它写到一个页面去 然后这个文件给你们上传到一个网上 如果你们看到的话 可以把这个文件下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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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自己去练一练 一定要注意我们敲代码一定要自己去练自己去敲 那如果你总看我去敲会的话 那这个东西不是你的 只有你自己把它给敲熟了之后 你才能记到你的心里 那首先我们是不是要引入这个库啊 引入这个库我们就写一个sql标签 在上面就写吧 我写一个sql标签 然后在这里面写个src src后面的时候就可以写这个路径地址 刚才我们说复制了一个路径 是一个cdn的服务器 那在这里面我们一粘过来 就是我们的这个服务器地址了 ok 那么我们把这个库给引入进来 它会有什么 它又它会有什么行为呢 那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引入这块的库 是不是这个全局就会多一个dollar和这块的这个变量 那我们引入这个view这个库呢 它就会多viewe这个变量 在全局上面去啊 那在这里面我们就可以写个src标签 去用这个view这个变量 它是哪个变量呢 就是这个大写的一个view开头的v 那在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变量了 那么这个变量是什么呢 这个变量是一个构道函数 ok 那么我们想用它的话得new一个view new一个view 然后这构道函数里面函数 既然它是一个函数 我们得传一定的参数 那么这个参数 它就是我们的一个js对象 那么这个参数里面 对象里面有一个属性名和属性值 它给我们提供了 直征属性名建制对的一个写法 首先它的一个属性名有个el el就告诉这个viewe 我们去控制哪段atm代码 那我们会发现 我们库 我们引入一个库 是不是首先我们都要通过js去操作atm 对吧 它的底层是不是肯定是通过dome去操作的 但是为了更方便我们 我们库刚才上几课已经定义了 是不是就是一个 我们给它的一定的规则 让它去规范这个写法 那在这里它的规范写法 就是new一个view 然后后面传一个参数 参数里面有个el这个属性 属性后面加一个字符串 字符串去选择你要控制哪段atm代码 那在这里面我们说首先要有一个atm代码 那在这里面我们就写一个div 它的id叫做一个app 对吧 那么我们要控制这段atm代码 就跟我们通过dome去引入一个原生的dome 就dome节点也是一样的 那在这里面我们就通过view去控制这段atm代码 那在这里面我们就通过一个css选择t 是不是 -app去选择它 那么现在我们这个voe就控制了这段atm代码 那么它控制了这段atm代码 它做了什么呢 它把这段atm代码里面的内容变成了atm模板 变成了一个模板 那么模板里面它规定了一些语法 可以够我们使用 那首先第一个语法就是数据绑定 那我们以前是不是通过操作dome这种方式 或许玩dome 然后在js里面对dome进行一些 in the atmr或者是一些属性的操作 那现在我们完完全全都是用数据性操作 那么数据从哪来呢 数据我们也是定义在这个voe的构造函数里面的 它有个字段叫做date data字段它是一个对象 对象的一个属性名和属性值 建置对的形式就是我们的一个数据 那在这里面假如说我有一个message这个数据 它叫做hello world 对吧 我们的一个标准的第一个程序都会写一个hello world 在这里面我们给记下一个探号 ok 那么现在我们这个hello world有了 那我们想把这个数据输出到这个atmr上面去 那以前我们怎么做 首先会到这个dome界点 然后in the atmr等于 好了 那现在我们有了view之后 看一下 它有个双大括号的语法 双大括语法里面就可以写我们date里面的数据 我们直接写一个msg 就ok了 那么它就会把msg这个字符串放到这里面去 那我们来看一下效果看到底能不能实现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是不是它变成一个hello world了 我们明明在html里面写的什么 写的是一个变量 但是它最后给我们渲成了 渲成这个变量的一个值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htmlvoe的一个用法 这就叫做html模板 那我们现在知道的这是html模板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html模板里面 到底应该有什么样的语法 那首先我们是不是知道html模板里面 是不是有一个双大括号 这个就叫做一个模板的语法 它里面是不是就可以直接把date里面的变量 得一个变量的值得放到这里面去 我们写了一个msg 就是这个msg的变量的一个值 但是有同学会有疑问了 有什么疑问呢 我们在这里面是不是写了一个msg 但是我们这个msg是不是定义在date这个对象里面去的 那就按照我们的逻辑 是不是我们应该写上一个data dr上一个msg 那为什么事实不是如此呢 其实这是voe 底层为我们做的一些东西 在这里面一定一定要注意一点 我们在这里面 你有一个voe 是不是构造了一个voe的一个实例 你有一个东西是不是会构造一个对象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传的这个对象是什么 传对象是不是一个参数啊 这个参数是不是配置我们这个voe实例最后应该形成什么样子的 但是最后形成的这样子是不是肯定不是这个对象 不是这个对象吗 应该是一个新的对象 那么这个新的对象 里面有什么呢 里面有msg 比如说他把我们传过来 data属性对象里面的所有的一个变量全部代理到这个voe 这个new出来这个voe实例的最顶层了 比如说我们假如说在这里面 握一个vm来接受这个voe实例 那么肯定vm顶上会有一个什么msg 所以说在这里面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语法 直接写个msg或去获取到data里面的msg 并且把这个数据给放到这里面去 那这里一点一定要注意啊 不是我们传这个对象最后就是我们的一个voe的实例 是我们new出来的东西 voe在后台进行了一个大量的操作 我们得出来这个vm才是voe的实例 首先有一步的操作就是 把这个data里面所有的数据 全部代理到这个vm实例的最顶层 所以说我们可以通过vm.msg去获取tata 我们在这个语法里面直接就是获取到这个voe实例项目的一个属性 叫做msg这个属性 ok 那么接下来我再看一下 这个双高达块里面到底能放什么东西 那么既然他放了一个msg 这是不是一个gs代码 是不是gs的一个变量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html模板里面放的就是html语法 和gs的语法的一个混合体 voe会把这个混合体最后编译成我们的html 正常的html而进行一个渲染 这就是我们voe会被我们做的一个事情 那在这里呢 在这里面它既然是一个gs的一个代码 那我们就需要知道gs代码它到底能操作什么样子的 那在这里面我告诉大家这个gs代码可以写一些表达式 或者是写一个函数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先说写表达式这种情况 那在这里面假如说我有一个age可以吧 age我们在这里面叫做30岁可以吧 我们age是30岁 那在这里面我们数可以渲染这个age 那现在是一个30没有什么问题 那假如说我想给它乘以2呢 那我直接乘以2就OK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是数变60了 比如说这个双刀号里面包裹的就是gs的代码 的一个表达式 那么这个表达式一定是一个简单的表达式 那在这里面我简单表达式的意思就是 它只能写这种运算 简单的一些运算或者三部运算符 但是它不能写一些复杂的像F一句循环 那些才是不可以的 那假如说在这里面我们管大于60岁的叫老人 小于60岁呢叫年轻人可以吧 那假如说我有这么个界定 那我们数可以在这里面有一个表达式 如果这个age大于60的话 我给它输出一个老人 如果小于60的话 我给它输出一个年轻人 那这个应该怎么做呢 如果按照我们正常的议议话 是不是有一个F判断啊 那么F判断书可以简化成一个三部运算符 那在这里面我们就用三部运算符 age大于60吗 如果大于60的话 是不是就叫做一个老人 对吧 那如果小于60呢 我们就叫做年轻人 我们就叫做年轻人 或者青年 哎 青年 OK 那我们在这里面试一下 哎 是不是青年 因为我们现在的age是不是小于60的 那假如说我写了一个80岁 那他是不是应该是老年了 老人了 OK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三部运算符的一个用法 表达式的用法 那么其实还可以写一些其他的表达式 可以写一些内部的一个js的函数 那假如说我有一个名字 是不是可以写一个英文名啊 英文名 英文名是不是有一个名和姓啊 那我的姓是last name 对吧 那我的姓叫做一个刘 对吧 然后呢 我的名呢 名叫做first name 是不是叫做鲁威 这是我们英文名表达名字的一个表达方式 那如果我们想把这个刘鲁威用我们的一个英文的名字去表达的话 是不是就是first name 加上什么 加上这个last name 中间是不是应该有一个空格啊 对吧 所以说在这里面我们再加一个空格 就OK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好报时 鲁威空格流 是不是这个就是我们英文的一个表达方式 这个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那么假如说我现在就想把这个全名给写在这 我们写一个full name 然后在这里面写了一个鲁威流 那我想给他提取出来什么呢 提取出来我的名和姓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一个字母串里面的一个方法 是不是有一个full name 点上一个split 然后我们是不是以空格给他分开 那在这里面他是不是就会有一个数组 数组的一个第一个是鲁威 第二个是流 那么来看一下效果 是不是鲁威流 那如果我们想要的是性的话 是不是第一位啊 第一位是不是性 流 没有什么问题吧 这个我们主要就是说 我们这个双单号里面的语法 可以写一个JS的比达师 那我们现在就为了几个东西 第一个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newview去创建一个 vue的一个实例 并且这个vue实例控制了谁 控制了EL后面属性选择的这段ATM代码 然后呢 我们可以往这段ATM代码里面去填充一个双单号的语法 双单号的语法可以写一个JS表达师 JS表达师你可以输出data里面的数据 并且可以对这个数据进行加工 那假如说我现在的一个数据 非常非常复杂 那么假如说我需要有一些逻辑判断和逻辑循环怎么办 是不是我们可以写一个方法呀 那我们现在就看一下一个方法到底是怎么去实现的 如果我们想写一个方法的话 跟我们如果写一个变量是一样的 我们如果想给他定一个数据定一个变量的话 是不是我们必须写在Data这个属性上面去 那如果我们想定一个方法呢 我们得写一个字段 那也是Vue给我们提供好的一个配置字段 叫做Misters 方法是不是一个复数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就可以写方法 那假如说我们想写一个方法 去获取我的就是我的全名 那假如说我就叫做get full name OK 那么它就是一个方式 那方式里面是不是我们有一个返回值啊 我们可以return this.上一个first name 加上一个空格 然后在这里面再加上一个this.last name 名和性全部给他放到里面去 那在这里面一定要注意 是不是他有一个this 有一个this吧 那我们在这个ATMR模板当中 我们写一个双号语法 如果我们想获取到这个last name的话 是不是我们直接写一个last name就OK了 那么在这里面 如果我们想在js代码里面 去获取一个last name的话 必须要借助this.last name和this.last name 那么这个this是什么呢 this就代表着这个vue实例 那么假如说我们用vm给他汇取出来了 那么这个this就是这个vm这个实例 那为什么大家可能会说了 我们这个get full name 他为什么最后会把这个this给复制到神圣呢 复制到这个vm身上呢 这个vue实例身上呢 这肯定就是vue给我们做的一个底层的实现 那如果有机会的话 你们去看我们的一个进阶班的课程 那么在那里面我会细讲这个vue的原码 看一下他到底是怎么把这些数据全部代理到上面去的 怎么把这个this指向给指向到这了 这些都会讲啊 那在这里面你就需要知道 这个this是不是就是这个vm实例 我刚才说过vm的实例上面把所有data上面的属性 全部挂了这vm实例最顶层 所以说我们就可以通过this.上一个first name去获取到谁了 获取到这个get里面这个first name 还有这last name了 就获取到他了 获取到他之后我们一拼接 是不是我们就这个full name就ok了 那么如果想用这个函数的话 我们在这里面写一个get for name 那我们试一个函数的话 是不是得写一个函数执行的模式 那在这里面我们再试一下好不好试啊 你会发现是不是鲁威流也是一样的 因为在这里面是不是我们对特兰的一个数据 返回了一个数据 它就是我的一个姓加上一个名 一个名加上一个姓 ok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方法的基础写法 那假如说我们想在这里面给这个方法去传一个参数 我们是不是通过this去获取这个full name 说我也可以通过这个atml 这个模板这个双大货语法把谁给传进去了 说我们可以把这个first name 和这个last name给它传进去 没有问题吧 想一下这个first name 是不是就会也是去这个voe的实例的date里面 去取这个full name last name也是 我们在这里面只不过通过一个函数 调用的一个参数的形式给它传进去了 那我们在这里面去定义这个函数的时候 是不是得写一些形参啊 这是不是实参 我们写一个形参 是不是应该写一个first 然后写一个last 那我们是不是就不需要这个this.full name 是不是直接用传过来的参数 last first和last就ok了 那么在这里面来看一下好不好 是不是还是一样的 我刷新了 在这里面还是鲁肥流 那又说我们在这里面是不是通过这种方式传参是可以的 我们是不是把这个voe实例date里面的两个数据给它传到哪里了 传到这个函数里面去了 传到这函数里面去 我们在函数里面数据去解决这个两个参数的问题 把它来给拼进了力气 那么这就是一个函数的定义 那在这里面函数定义的时候要注意一个问题 那我们平常的话定义函数是不是都有function去定义 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esu 如果了解esu的同学可以听一下 如果我们esu定义了一个函数 是不是可以用一个箭头函数去定义函数 那么箭头函数是不是这么去定义一个函数的 我们写成一个箭头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在这里面就不能去用这种箭头的函数去定义我们 method里面的函数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是要在这个get-name里面去借助类似去获取谁 获取date里面的一些数据 那么这个类似是不是就是voe的实例 那么刚才我说了 因为我们voe对这个在后台做了一些大量的一个操作 把这个所有的函数的类似全部给它复制成了这个voe的实例 那但是如果你用箭头函数的 我们都知道箭头函数它是没有类似指向的 那么它的类似指向借助谁呢 借助调用它那个作用域的一个类似指向 那么get-fullname你知道在我们voe的一个底层操作里面 是在哪块去调用get-fullname的 是不是不知道 不知道的话 它的类似指向就会一般都会指向这个window 因为它可能会有一个案例范 那么来看一下 我们可以给它打印一下 打印一下这个类似 看一下 然后我们检查一下 打开空柴 看一下空柴 是不是它是一个window 那么我们在这里面 类似就不是我们想要的 如果我们用类似点上一个lastname 数就不能获得到我们想要的一个性和名了 对吧 那如果我们给它改回来我们的一个普通定义函数的方式 你就会发现它在这里面类似指向的就是我们的当前的voe的实例 没有什么问题的 OK 那我们打印一下 没打印啊 cntlog一个list 是不是这个就是一个voe实例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去用message去定义一个函数的话 一定一定要用我们正常的一个函数 不能用箭头函数 箭头函数的类似指向它是错的 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voe赋予我们atml模板的第二种用法 我们第一种用法是不是双大呼号这种语法 第二种用法就是一个指令 那我们在这里面将指令的时候 我们再新建一个文件叫做index2.atml OK 然后在这里面 哎 重移名一下 那在这里面是不是我们也要生成一个atml 所以说在这里面我们直接通过一个编辑器自动生成 然后在这里面我们也是要scoot的标签 scoot的标签我们还是引这个cdn的 我们张过来就OK了 那么现在把view也给引进来了 然后我们才是用一个div 这个div也是叫做一个id是一个app 我们用它来当做我们的atml模板 让我们这个voe去控制对atml代码 然后在这里面我们写个scoot 那我们现在有个需求啊 有个什么需求呢 我们在这里面假如 写了一个a标签 a标签是不是有hf属性 hf属性我们在这里面写一个百度 OK 那如果我们想让它里面能链接到百度的话 我们说3w.百度.com 是不是就没问题了 那在这里面我们应该给它加上一个atp协议 那么这个就是没有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 在标签其中打开 然后我们会把它变成一个链接 然后它就会链接到百度了 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但是假如说我们现在想让我们的一个数据绑定到这个hf上面去 什么意思呢 我们说可以用voe去控制这段atml代码 那我们说可以创建一个voe的一个实例 在voe的实例的购道函数里面 我们可以传餐 首先传的是EL 你们要去控制哪段atml代码 在这里面我们要就控制这段id叫做app的一个atml代码 在这里面说我们可以定一些数据啊 这数据我们写在一个对象里面 我们就写上一个UR 那我们就给它一个3w.bydu.com hps和htp啊 都可以 你可以访问的时候 那如果我们按照我们刚才所讲的 是不是我们可以把它写成一个什么 双大号语法吧 双大号语法里面 是不是可以写一个voe的一个变量 data里面的变量 是我们写个UR 是按照我们刚才讲的是这么写的 但是你会发现 我们回来啊 看它好不好使 然后我们点开这个百度 你会发现 它跳到哪了 它跳到这个地址上面去了 那如果我们打开什么 打开我们的圆码 看它到底付给我们的是什么个值 你会发现 它付值的地方就是写的什么 就是写的我们的双大号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因为在这里面 双大号 我们这个 hf是一个属性 属性的话 它在后面一定就是一个自误串 后面你会给它解析成一个自误串 而不会给它解析成一个voe的一个语法 所以说在这里面你写什么 它的自误串就是什么 那我们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在这里面我们就需要借助一个叫做voe指令的东西 voe指令是什么意思呢 voe指令就是告诉我们这段道姆去做什么 在这里面就是voe告诉这段道姆去做什么 那我们现在想告诉这段道姆做什么 说绑定一个数据到一个属性上面去 那这个怎么做呢 这个就有一个v杠半的 v横线半的这个指令 那么这个指令 我们先把后面的删了 那么这个指令的一个 后面有一个冒号 冒号后面写上你想绑定什么样的属性 是我们想绑定hf这个属性 然后呢 后面你再写一个表达式 等于一个表达式 表达式里面你想写的数据 写到这里面 ur就ok了 那么来看一下好不好使 来刷一下 你看这个圆码是不是也是我们这个数据了 atps 然后我们一点击肯定也是没有问题的 那这个在这里面一定要注意啊 我们用的是一个voe的指令 指令就是告诉这段道姆要操作什么 我们在这里面就操作这个属性 那我们在这里面说一下 这个voe指令 这一个写法 指令语法 那么它主要有三部分属成 第一部分就是v杠 然后这个指令的名字 就叫做指令名字 哎 然后呢 加上什么呢 加上一个冒号 冒号后面再加上什么呢 加上这个指令的参数 那我们在这里面 v杠半的这个指令参数是什么 就是你想绑定什么样的属性在上面去 我可以绑定heerf 可以绑定title 你想绑定什么 你就在后面的参数写上什么 然后等于呢 等于这个指令的表达式 OK 表达式 OK 那么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 这个voe的一个指令语法 是voe的指令名字 加上指令的一个参数 然后最后给它等于一个指令的表达式 那我们现在v杠半的这块就是 指令的名字是v杠半的 它要绑定什么样的属性呢 绑定到heerf这个属性上面去 你绑定什么数据到heerf属性上面去 绑定url这个数据到heerf这个属性上面去 那当然啊 有的指令它是没有指令参数的 那我们以后会讲一些没有指令参数的一个指令 那在这里面先不说啊 我们就以这个v杠半的为意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voe的指令的语法 那么我们现在学会了什么 学会了htmr模板里面的两个语法 一个就是双大号号语法 一个就是指令语法 那么现在我们已经对这个voe的基础语 有一定了解了 那现在我们做什么呢 就是做一个小练习 来回顾一下你这些课所学的一些知识点 那么一定要通过练习来看这个知识 你到底掌不掌握 那我们现在来创建一个文件 叫做process.atml 来练习一下 那这个练习呢 我们还是给它生成一个atml 把这个voe给引入进来 那这些都是不变的 那我们在这里面有三个需求 我在这里面写一个div啊 那div我们就当做我们voe的挂来点 它的id也叫app 我们首先第一个需求 第一个需求就是 去输出一个电影的名字和上映一期 这期OK 然后我们给它注视一下 第二个任务呢 就是判断一部电影 是否是新电影 那我们的一个判断标准就是 大于2000年的就是新的 要不然就是老电影 然后就是 或者要不然 就是老电影 OK 那么这是第二个需求 第三个需求 我们有一个盗目节点 然后如果我们把这个鼠标 移到盗目节点上 就可以看一下这个 电影的名称 所以说我们就需要有一个 title的绑定 OK 那么就是这三个需求 那首先我还是先写一下 square的标签 然后我们把这个框架打好 你有一个view 然后在这里面 我们要挂来点EL 给它一个app OK 然后在这里面 我们首先写第一个 第一个我们就给它一个电影名 然后给它一个冒号 然后还有一个电影 上映日期吧 上映日期 然后给它一个冒号 然后判断是否是老电影还是新电影 那我们在这里面就是写一个 这部电影是 哎 是不是有一个选择 如果不是新 就是旧吧 旧电影 OK 那么这个是不是应该是根据我们这个上映日期去判断它是新旧电影和旧电影 我们是否可以写一个函数 然后第三个就是绑定电影的一个盗墓 那在这里面我们写一个 DM吧 然后DM我们下面写上什么呢 写上 Core 对吧 把鼠标停在我身上 然后是不是就可以看到这个电影的名称了 那我们 呃 你们现在可以在屏幕上面去暂停一下 等你们写完了 然后再看一下我到底是怎么写的 OK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看一下到底你怎么去写这个东西 呃 那我们首先是不是要绑定几个数据 第一个数据是电影的名字 还有个上映日期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面写一个date 然后date我们写一个就叫做title 或者是要mootitle mootitle吧 OK 那我们在这里面先写一个电影 今年上映有什么电影啊 刚上两天上映的一个妖猫传对吧 OK 那么这就是新的电影 那么电影的一个上映期 我们就叫做mootitle 对吧 那我们是不是今年2017年 然后呢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把它输入到哪点上了 输出到这上面去了 是不是一个双大括号的语法 是不是就可以把这数据给输出到上面去了 我们叫做mootitle OK 然后上映日期呢 就叫做一个mootitle OK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看一下 OK 然后我们现在是不是看一下它宝室啊 是不是有一个电影妖猫传 然后上映日期还有2017年 然后这部电影是新电影还是旧电影 那在这里面是不是我们判断它是否是一个新电影 我们得用一个方法呀 messers 我们得写在方法给写在messers字段里面去 我们在这里面就是get一个mootitle 我们就叫getmootitle 然后在这里面我们写一个函数 一定要注意啊 这函数不能写成一个函数 箭头函数 只能写成正常的函数的一个形式 我们在这里面去写什么呢 去写一个returnthis.mootitle 如果大于2000的话 它是不是就是一个新电影 我们就输出一个新 然后如果小于2000呢 是不是就是旧电影 所以说我们就输出一个旧 OK 那么这个method我们一起写完了 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把它用在哪了 输出这一块 那我们是不是还是给它绑定成一个数据 然后在这里面写上一个getmootitle 然后给它执行一下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执行的第二个小电邪 再说一下 是不是它现在是一个新电影 那假如说改成什么 改成一个1999年 它是不是应该是一个旧电影 对吧 这是一个旧电影 那么最后一部 how are we 如果放置上面去了 可以 把我们当前这部电影的一个名字给显入上去 那我们说应该绑定一个 属性叫做title 如果我们想绑定属性的话 必须借助什么 指令 有个V-1的指令 指令 我们要绑定什么样的一个属性呢 说title就是属性 title属性 后面书写的是一个 js代码 对吧 那我们在这里面 是不是就是绑定的就是move title 那我们再刷一下 然后我们把how are me 给它放住 哎 是不是就是出了阳光状 那么现在我们这几个小电邪就练习完了 好 那么这节课 也就是到这里了 我们在这里面了解了 主要了解了这个html模板里面的一些语法 这个voe赋予我们这个html模板的一些功能 那么我们下节课见吧 du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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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ciale 您订阅